生意很难做 拿起菜刀剁下乌骨鸡 传统市场鸡肉摊贩抱怨 今年过年前买器不如以往 就算过了中午 他的摊子还没完全收 持续等待客人 你看剩这么多 到过年了你看 这至少掉了一半的生意 你看我们没办法 一直要拖 拖到现在 看有没有客人急减走 依照网例过年前一周 民众采买年货进入高峰期 为了满足民众需求 农委会盘点各式农产品供应状况 确认供应量都多于过去同期平均 土鸡方面的话 每一周是195万只的土鸡供应 那我们会调上为210万只 然后白肉鸡也是 每一周的话本来是473万只 那我们会把它调高为520万只 农委会会随时注意 整个市场农产品的供应的数量 以及价格的波动 那随时来做调整 其中蔬菜供应量 较平常日增加36% 水果增加48% 花卉增加117% 毛猪增加50% 禽肉增加8% 水产28% 整体采取增量供应 让国人围炉年夜饭 菜不会少吃 原事新闻喜故意顾台北市新北戏指采访报导 fashion cooled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